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古布奇特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19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 再次来给大家做 镜像世界的一个系列分享 这个是博派的金甲虫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它是使用了 应该是围城吗 还是地球崛起的 飞过山同样的模具 下去做一个改颜色的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当时我给它评价是还不赖 除了说车型人型都不错之外 它的一个红色 非常的有质感 算是非常漂亮的消光的质感 然后这一次的金甲虫 我的认知里头 金甲虫应该是 在G1最后是大黄蜂 去变成金甲虫 那镜像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拿帮莫比 来做一个对比 但是那款Bumblebee的话 实在是太贵了 现在已经是涨到一个天价了 那不过说实在话 以车形态的话 应该是这个飞过山 才是它真正的一个相同的模具 它后面的形状是完全一致的 那我的话呢 是把所有的配件都安置在上面 它的体型非常小 比标榜是Deluxe等级 可是它的体型的话呢 比一般的 我怎么一直拿这个红色的呢 对 这个跟一般的低级玩具放在一起 是明显的小伤非常多的 前后左右来看啊 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缩水 或者是说官方就毛起来 我就是这么定价 你也只能认了 那它呢 有非常多的小配件 甚至连它的一个车尾 也可以勉强算是配件吧 它可以安置在车子底部这里 轮胎两侧 这里炮两侧 根部啊不对 不是根部 底部的话呢 还有一根 这个也是主炮的一个位置吧 那么这一款的一个配色的话呢 主要是黑 这个黑色的话呢 其实呢 并没有对它的缝隙呢 呃 做掩盖 有但是非常有限啊 其实并不是非常有效 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金色 或是黄色的点缀 其实近距离看啊 这个漆的话呢 其实没有完全压上去 不过因为涂在黑色的塑胶上面 呃 一般来说 质感的话 还是有一些 但就是给人感觉 还是略选粗糙啊 轮胎 内部 这个漆啊 各位也看得出来啊 其实并没有完全压上去 后面的车尾灯也是一样啊 就嗯 就各种感觉 它的一个 就是一个所谓的美版玩具吧 我们就只能这么说了 都是美式的一个 muscle car的一个感觉 那么它上面的这些配件化 取下来之后呢 可以组合成一把大枪 我们呢 就把这个部分呢 都给拿下来 那这个地方取下的时候呢 除了中间可以扣之外呢 它的一个末端这个地方 它还是跟手的一个部分呢 是有一个握持的 这个地方把它给取下来 所以它的一个整个车子 这个结构 包括它里头 内部有很多小型的卡扣 让这个车子呢 扣得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好看 然后的话呢 就做个简单的小合并 这个枪的话 就把它组合起来 具体的一个 最终组起来的一个形状 是怎么样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吧 那主要就是这个啊 两侧 这个图 我们就把它扣在这里 把它扣在 这边 它会变成是一个 在地上可以摆置的一个炮 你看这个炮跟车子一样大 那如果你是载具的情况下 你愿意的话 你要把它架在车上也是可以啊 这个你可以前后做一个对调 这个都可以的 那我们在示范变形过程之前的话呢 展示一下它的一个推车的滚动性吧 算是非常好的 那整个变形过程的话呢 我第一个步骤 我会习惯呢 先把车尾这个部分呢 给往后面呢 给打开 从这个地方 打开 这里推一下 这边把它推出来 然后呢 我是建议呢 两只手呢 握住它的拇指呢 然后再做中搓动一下 把这个背后的这个车尾巴的部分呢 给拿下来 然后这个车 待会再处理车尾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行这个本体啊 这里呢 人变成车的时候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凸 它其实要扣进 里面有一个黑色的洞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时候呢 你没有可能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啊 不过也无所谓了 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引擎盖的部分呢 先给打开 整个都给翻开 翻开之后呢 我个人的建议了啊 这个腿的话呢 两侧掰开 它这里是有一个凸 扣进这个啊 我会建议呢 先把整个脚的话呢 都给解开啊 解开之后的话呢 才能够方便呢 我们进行手部的变形 我们把这个机器人给倒过来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刚已经翻过来了啊 这里盖上 再来的话呢 脚的话呢 就顺势的往后面都给推开 不要妨碍到我们手臂往上翻 手臂直接往上翻过来就可以了啊 顺势的呢 把手部呢 给转过来 然后呢 脚下半身放过来之后呢 整个腰部呢 翻转180度 到后方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往内折 然后呢 这个脚掌 整个翻90度 最后再把这个部分呢 从这里包过来 到这边 包袱过来 这也是一样的啊 轮胎往后放 放过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的 它是有一个黑色的一个 因为黑色可能不是很明显的 扣进这个轮胎里头的缝 那么呢 关于它的一个车尾巴的部分呢 车尾巴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中是一面盾牌 持在后面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 整个后面太空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 感觉就 反正我觉得不好看啊 所以的话呢 我会比较建议啊 就直接的 把它的话呢 这个这个凸啊 这个部分呢 给弄出来 然后这个凸的话呢 一样啊 有时候呢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掰出来 就把它给扣进 这个 洞里头去 好 到这边 那我觉得这个扣上去之后了 它这两个轮胎啊 比较不会往外放出去 虽然它有个卡扣 但其实呢 扣的是非常的不稳 几乎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最后这把大枪 就可以握持 在手上啊 端看个人的喜好 你要把这个枪拆成极段 你要拆成数把小枪也可以 那我们这一款的这个 飞过扇的话呢 你看 你如果不把这个后面背包扣起来啊 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去松动的 那由于这个飞过扇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啊 拿出来把玩的次数比较多 还真的是没那么耐 没那么耐得住把玩啊 松了 有点松了 那以做工来讲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个金甲虫啊 并没有什么比较松垮的一个现象 感觉还相当可以 武器的话呢 这个纯银器可能感觉比较有质感 这个的话感觉卡通化很多 那一个是消光的红 然后这个是亮光的一个黑色 你喜欢哪一个这个短刊个人的偏好啊 这个头雕啊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眼睛 呃 薄派的标志在胸口 那可动度的话呢 也算相当可以了 手部平举 360度的转动 外摆内收 拳头的话也可以转动啊 脚前后左右提 啊 腰可以动 刚变形的时候已经转过了 头部呢 也可以转动 那么背后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人物的话呢 偷胶还真的是不算多 真的不算多 呃 小小型的玩具 质感做的还可以了 那本身的话呢 两个玩具呢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那价格 可能目前还是镜像这一款 稍微高一点 那这一款价格也慢慢的涨起来 那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 呃 在配件的一个拆解 跟本体的组合上面呢 是做的是相当可以的 一款玩具 那把玩的手感变形的一个 一个乐趣度 都还是挺高的啊 算是 中等偏上的玩具 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 带一个回家 而且变形成车子的时候 放在口袋 是很容易能够带出去玩的 那么这一期就跟各位 进行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